像我这样烙出来的馅饼放多久都不硬 盆中放入面粉,放入一小勺盐 用凉水和面,把它先调成絮状,再揉成面团 放案板上揉搓两分钟后,切成等量的小剂子,攒成小球 放盘子内刷上一层油,扣上保鲜膜,饧一个小时 另起锅烧油,放入鸡蛋,摊熟盛出备用 韭菜洗净,切成小丁 放入适量的盐,放一小勺鸡精 放一小勺十三香,放一大勺食用油搅拌均匀 醒好的面剂子,咱们给它擀成薄片 放上馅以后像包包子一样,给它包起来 然后压扁,按时 起锅再烧油,放入馅饼 全程用最小火,烙着一面金黄后,给它翻烙另一面 烙着两面金黄出锅 老天妈,大爷每天都更新一段既简单易学,又真实的家常菜 如果您喜欢,记得给大爷留个双击,加个关注 要不然您滑着滑着就找不到我了 您就帮大爷点一个呗,千万别忘了 韭菜盒子,您学会了吗